来看这一题题目字很多的题目 这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题目的国字意思咯 小宇架设网络商店并对新上市商品的销售状态进行记录 已经知道这项商品净价每件是40元 这个一定会用到 记录分析发现销售单价在40到90元之间的时候 销售单价跟销售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 一个一次函数Y等于AX加B 那它的关系图呢在旁边 需求X跟Y的函数关系是 好这是第一小题 好那我们来看 看这边可以看先看一下我们的图 当我的单价是50的时候 对到的销售量是160 好那如果是65元的时候对到的是100 好这两个数据呢就是为2的数据 那我们整个题目里面你看到的东西 有什么可以用 40跟90它就是一个range嘛 然后40又是净价就这样 然后只是说到时候它一定会问你说 它可以赚多少钱 你就会用到这个净价就是它的成本 到时候会用到 那40跟90就是一个range 所以其实用不太到 那我整个题目里面看下来 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什么 这个一次函数 跟我的图上给的这数据 好所以呢我就把它扔进去咯 来 刚刚说单价50的时候销售量是160 好所以Y是销售量 对不对 160等于50就是x然后带进去 就是乘上A然后再加上B可以吗 Ax跟Y Ax是50的时候Y是160 Ax是65的时候Y是100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一次函数 所以可以得到两个式子 那100等于65A加B 好啊 解一下连力 好那解一下连力的话 可以快速的在旁边计算就好 好那我用第二式减第一式 是不是剩下15A等于负的60 所以A就等于负4 好那负4呢再带进去第一式 160等于负的200加B 对不对 负4带进去乘以50就是负200嘛 好那么B的话就会等于360 好A跟B有了 来该差的差一差 然后这个刚用完了 我也把它擦一下 好 所以我A的值B的值都有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塞回去 我的一次函数 好所以我的关系是长怎样 Y 等于负4Ax加360 这就是我的第一小题的函数关系式 好来第二小题 想要以每个月获得的利润为P 你看我就跟你讲 他一定会问到赚钱的事情 当然赚钱很重要 好 来 获得的利润P啊 利润怎么来 就是你卖一件的钱乘上你卖了几件 对不对 那你卖一件赚多少钱 你是不是要用售价减掉 成本就是你的净价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你的 卖的数量 这样是不是就是你赚到的钱 好来 那售价是多少 我就是要求啊 对不对 我就是要求我的单价要多少 所以售价就是X 净价呢 一开始我们讲的40 好 那销售数量是多少 销售量就是我们的Y 所以就是我们第一小题算出来的这个关系式 所以我就把负4X加360放进来 这就是我们第二小题的答案 括号X减40 括号乘上括号 负4X加360括号 好 那来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 如果想要每个月赚到2400元的利润 那么销售单价应该要定为多少 好 那我们把刚才第二小题的这个利润超过来 好 那我要2400元的利润 基本就是我的P要等于2400元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去括号乘开啰 请小心 负4X平方 然后呢 加360X 这边加160X 所以这样是多少 360加160 520 好 然后常数的部分 这里是40乘上360 很大 所以我偷偷的算完了 来 最后呢 我们把他位置换一下吧 好像还没有最后呢 因为我们只换位置而已 所以减掉168 00 好 当然 当然 开头是负4 看起来不顺眼 所以我全部处以负4 所以就变成 所以就变成X平方 减130X 你猜是加4200 然后呢 然后呢 十字加乘法 好 那十字加乘法这就要看运气 看你的运气长怎样啦 那你看这边4200 这个呢 00 我一定是猜成 几十乘几十 就会变百位数 好 那42的话 通常我们就是会用6跟7 6742嘛 所以我就会变成60跟70 不巧两个加起来刚好是130 好 所以我的音试分解 就被我蒙中啦 60跟70 好 所以当X等于60元 或者X等于70元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得到 2400元的利润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销售单价呢 就应该要定为 60元或70元 那他都可以赚到 2400的利润 那我问你啊 那你要定60还是要定70 如果是我 我是会定60啦 因为这样客人看到 哦 便宜 然后他就会买了 对不对